那么这两种状态保持的方案呢 我们说完之后 我们下面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Cookay和Session的运用场景啊 比如Cookay的话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记住用户名 那么Session的话啊 我们呢会用它去记住这个用户的 当中状态啊 它俩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 Cookay呢是保存在这个浏览器端的 对吧 Session呢是保存在服务器端的啊 对于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那么你最好呢 就是使用这个Session呢 来进行一个保存 像安全性要求不高的对吧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Cookay来保存啊 为什么这样啊 你比如我们这个用户登录的这个状态啊 登录的状态对吧 假如说你是去一个网吧里面 你用网吧的电脑 你去登录了你的账户对吧 假如说它记住你用户的登录状态 那么你忘了 你直接忘了退出了 那么别人一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他如果打开网站的话 是不是你的 还是你登录的那个账户 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一部分啊 就是涉及到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数据 比如登录状态 或者是涉及到密码等操作啊 你就使用这个Session 那像记住这个用户名的话 那么你就用Cookay呢 就可以呢 做到啊 这是他两个的一个应用场景啊 应用场景 OK啊 OK啊 我可以说 我可以做一个 那个